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边日志放哪去了 我看一眼啊 这小子可能日志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网站不是我搭的 所以呢 logo下的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啊 没错 怎么没有一个日志啊 这玩意儿 行 我们找一台新机器呢 来测一下啊 他怎么连不上了 你这机器 突然连不上了 是102吧 是啊 现在面是连不上了吗 现在面是连不上了吗 205是吧 ssh 110.18.42.10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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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60". nick 接着这个 70299 2 有什么 太复杂了 说这个 密码找那么复杂干嘛呀 一万一能 我就找这台针机吧,好吧,来做一个演示,然后,嗯,先不连,待会儿呢,我们先装一个阿帕奇,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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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装完以后 各位看一下 为了演示呢 我们随便的写内容 是吧 然后到 哇 还贴没有 这个是首页 这个暂时先看一下好吧 网站的一个基本首页 然后把这个服务器给 启动起来 明白 然后防火墙 我们不打算关了 我们就直接 好 这个东西也不复杂 对吧 能看懂吗 这是加一个永久规则 永久规则 Permint 好 然后现在这个网站 应该能够访问 各位 现在你们呢 尝试访问一下这个网站 或者我也可以从这边访问一下 它的IP是 10点 20点 什么20 18点 42点 205 1701 Cloud 是吧 这不算一个网站 但是能访问 好 现在呢 我想说的是呢 它的日志 WC是 统计 统计 EDC ITBD Logo 私下的 XS Logo 现在是27个 当然也会 你们要访问的话 就会更加多一点 看到吗 现在是278号日志 这里面一共有278号日志 对不对 现在49个了 这是原始情况 当然我们可以呢 怎么做呢 用一下我们在前面讲过的 对这个日志的一个统计 是吧 这个打印第几列 你看看这个文件就知道了 第一列是什么 IP吧 第一列是不是IP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IP打印出来 打印的方法呢 用AWK打印第第一列 这个文件 排个序 汇个总 然后最后再按第一列排序 反正最后的效果是什么呢 这边我又不打算敲了 能够显示 每个IP显示的访问的数量 对不对 怎么了 那么狂访问 按照F5不撒手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呢 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 各位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LL ETC下的ITDPD LOGOS下的XS LOGO 我加一个-I -I -I 或者什么 每一个文件 是不是一个I node 这个前面有印象吗 应该 I node的编号 代表的是文件 在这个分区上的一个具体位置 是不是 I node的编号 注意哦 我想说的是 一旦切割 新星还是那个新星 但是月亮已经不是那个月亮了 就是一旦切割以后 新文件可能还叫XS LOGO 但是呢 I node的编号 就是一个新文件 而阿帕奇现在认到的 你看 现在日志 他还在不断增长 是不是 因为阿帕奇一直是在往这个叫807654408里面写 阿帕奇现在认的是他 能听懂吗 但我一旦切割以后 会产生一个新的XS LOGO文件 但是呢 不再是这个I node 而阿帕奇进程 他还是会尝试往什么 原先的这个I node里面写 那新内 我们那个新日志文件 里面就不会有日志 我说这玩意绕吗 就是阿帕奇心目中 就是这样的 你现在的女朋友叫 叫小花 叫如花 什么 但是是四川的 小花好吧 你现在女朋友是小花 长得很好看 是四川的 将来轮转以后 你找了个女朋友是安徽的 也叫小花 名字 还是那个名字 但是I node都不一样 但是你心目中 至少在你没有重启之前 你心目中依然还是你以前那个小花 那新的小花这边呢 就没办法接受到你的爱 这能不能听懂 哇这个听不懂 我应该换一个话题 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个 你们这个没有经验 没有经历的人 没办法跟你们说 哎呀我 这个很乱是吧 哎呀我 我跟你没办法沟通啊 完了 这是阿帕奇那个进程 也叫 ITTP进程 它原来访问的日志文件是 这款 是这款 看到吗 这是原来那个哪个文件呢 比如说 ACCESS LOGO 这个文件 是吧 原来那个文件 它的I load的编号呢 我这边随便复制一下啊 我也 我就这么复制一下 好吧 是 这个 明白 它原来进程 认到的 写字这款哪写 网 哎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看到是名 去进程看到的是什么 文件的什么 I know的 而不是名字 知道吗 所以他一直欺慕中说 这是我的那个小花 但现在你不是轮转吗 轮转以后 这个小花就靠边站了 就变成一个 它就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 可能会带一个后缀叫 反正就是删掉了 好吧 删掉了 删掉了 你原来的那个文件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 轮转以后 那个文件呢 就是 accesslog 可能叫点 20170814 这样一个文件 是吧 这是你那个曾经那个小花 变成这个了 注意到这是 你以前的小花 在这儿了 这个已经变成什么 名字 名字既然说还叫这个名字 但是已经 不是那个小花了 它既然是个新文件 那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 ilo的变号 但是 阿帕奇进程 还是在访问 以前那个ilo的 能听懂吗 这样的话 新文件当中将不会被写入 日志 那怎么办 我让阿帕奇 重新加载一下 知道吗 重新加载的目的是 想告诉他什么 兄弟 既然人已经 在你生命中过去了 是吧 你 也该忘就忘 对不对 这个你们印象肯定很深刻 所以听懂了吗 各位 来 没听懂算了 你谈一份爱 谈一份恋爱吧 这 谈两次了 啊 我这怎么写两次 我楼哥一下的 哦 这两个地方注意 这两个地方 为什么有两个地方 是这样 我们的日志文件在这儿吧 但是实际上你看啊 在哪呢 在WAR logo下 ITDPD下 有一个叫什么 XS logo 其他俩是一个文件 看到吗 他俩是 其他俩是一个文件 为什么是一个文件 I load号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相同的两个文件 居然是一个 一个这个 所以这个 但是这儿显示 不是一年级的概念啊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I load号确实是一样的 这个不纠结啊 纠结什么 是不是轮转啊 怎么轮转 我们写一个 我这边写了一个人吗 ITDPD的一个轮转规则 这是咋新的啊 这文件没有啊 哎 有啊 哎呦我天 这就是打脸了 这回 原来人家的县城都有 新年 新那个什么意思 EDCIDDPD下的logos 这里面有两个logo 一个是访问日志 一个是错误日志 看到吗 我都轮转啊 然后看清楚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丢失不提醒 然后那叫什么 延迟压缩还有这种 轮转以后干嘛 不加载 这是我刚刚说的一句话 好吧 不加载 不加载这个时候就高级了 不加载也就意味着 新日志写不进去 好 现在我们目前的 有那个日志文件 那怎么轮转呢 加什么 注意 有一个-F -F是强制的意思 就是说 不管时间到没到 我都轮转 logo rotate -F EDC logo rotate 点D 下的 convo 耶 看到吗 来 我们看一下 EDC ITBD下的 logos下的 就这样吧 好漂亮啊 这个看到吗 我记得这个 好像是曾经 那个小花吧 好像是吧 是那个小花吗 87 8776 54408 但是它的名字 已经变成 她已经是别人老婆了 看到吗 但是还是那个小花 现在给你来了一个新小花 名字叫 XS Nog 已经明显的不是那个人了 看到吗 那那个吗 大反是有点生活经验的人 这都看了懂 就是这是曾经 曾经那个 那个小花 但是已经是别人老婆了 看到吗 现在你找的这个新小花呢 是确实是一个新人 所以请大家来帮我访问一下网站 看看日志会往里面写吗 那你懂吗 嗯 现在访问了一个网站 访问了没有 访问了以后 你观察 你这个新小花 始终没法接受你的爱 原因是什么 原来是 你ITTP进程 你心目中依然是 对 是这个问题吧 而且很发现一件事 你看 原来那个小花 你怎么还去插手呢 已经是别人老婆 你怎么还 你怎么还要去往这写文件了 这个 这 这 看到了吗 各位 这是不是吃肉的生活呀 今天你进去过吗 这个 是有点混沌 为什么是混乱的 因为 系统看的不是名字 而是 暗露的 所以他曾经的那个追寻的那个爱人呢 他还在追寻 那你怎么过 你看 二 二零九五三零吧 然后让你看一下 你怎么还不放手呢 所以呢 想告诉你 说兄弟 你应该重启一下 或重载一下 该忘掉的什么 忘掉 过去的呢 该过去的就过去吧 OK 能力那么快 这个这段要想听得懂 你们 先试一段时间再说 好吧 就是是这样的 你先找一个女朋友 不要叫小花 是吧 然后你对她付出各种爱 所以她接受到你的爱 是吧 然后呢 紧接着呢 跑了 对 跑了变成别人老婆改名了 但是你心里面想的始终 还是她 是她 是她 还是她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不是 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兄弟你该忘忘吧 你重新加载一下 把你的人生重启一下 说白了就是一个 Kill 杠一 Kill也行啊 Kill 杠什么 一 ITDPD 或者是这样写也可以 Kill 杠一 Cat下的 什么呢 哪个地方 Cat下的 好像不好找 不好找的话 就renode一下吧 System restart 啊 为什么 reload 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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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好 手机吗 那没办法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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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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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 你是不是一直心目中还向往是以前的一个小花 现在你的人生 真正的什么 从得到大事指点 重启了 所以呢 请你们再访问一下好吗 反了 新的小花 开始有数据了 明白了吗 所以我想说是一个日智文件被重新轮寻以后轮转以后 这是不够的 有些进程是要往里面不断写数据怎么办 重载 要重载这个进程 所以请大家看原来里面有什么呢 原来里面我注视掉的这些里面有什么 看这里 post rotate 就是去重启阿帕奇那个服务吧 明白吗 然后重启如果成功呢 就成功 不成功呢 就不成功 反正最后是成功的 明白 logorotate是不是成功的 最后真的你们发现 一个特年轻的去讲课讲不了 他没有愿意啊 不不不不 不我是看到了很多这个这个情况 好吧 讲出你的故事 哎呀我把我自己套进去了 这这这这遥光 这这这 我我这样的只能是被别人甩过而已 没有别的 好了各位明白了吗 这个懂了吗 好下面这段话就是帮助你说明这个道理的 而且呢如果你要深入了解你会发现什么 哎深入了解发现什么东西 你看你现在可以继续观察 日志文件日志文件 然后继续观察访问 然后呢你看到进程是6416是吧 你看6416里面 他访问的其实依然是那个文件 对他是不是有一个文件描述符啊 我们可能认为进程关注的是那个文件名 实际上是什么 iLoad 你看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啊 我的进程是多少编号多少 我是22490吧 你看我的22490你注意看啊 PLC22490下的什么FD 你看我这里不看别的 我们就看那个这个位置 7这个位置 访问的是不是这个文件 好然后呢 我把那个日志重新在一轮转一次 有没有起阿帕奇 有没有起阿帕奇 那你仔细看 哦这看不出来好像是吧 名字都一样 这个地方名字都一样 但实际上呢 名字最后法国的那个iLoad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名字看了看不出来 好重新启动 这是怎么的 上一次做的时候就这样子了 看 刚才我没有重启 我又轮了一次吗 就是我没去掉 那我轮转了吗 成功了吗 刚看看 是 哇 奇怪是上一次 Logos 哦没有轮转成功啊 是吧 好吧 看一下 来 没关系 没关系 刚安否他也不轮转 这是 他没法命名啊 Data 这个叫 8月15号 然后17点11分 来我们观察一下 这样 先看原来的FD 访问是不是这个文件 然后再强制轮轮一次 看看这文件在不在 轮轮了一次吧 但是 是心目中 是个老小花 是个老小花吧 是不是各位 然后重新 重启 阿爸起 不是重启 重吰 现在变成新小花 看到吗 哦 蓝色红色 好 请大家注意 继续观察 请继续观察 把这张给大家干嘛 重视给大家什么 去掉 那这样的话 每次轮转以后会怎么样 自动帮你重新加载 好 下面的说明 当轮转以后 创建新文件 新文件是不是有新的 iLoad 如果希望进程 像R6.d进程 NJX进程 或Apache进程 能够把日记写到了去 新文件里面去 但是他不会 这是我希望的 为什么 因为他认的 是不是还是 原那个iLoad 原的那个iLoad 是谁把持的 是不是原那个 老文件把持的 那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在日子切割以后 告诉我们的 亲近程说 怎么告诉 重载 实际上就是 发一个什么信号 E或者HOP信号 告诉他什么 怎么做 去加载一下 那我后面有句话 为什么样子不需要 HOP呢 这个留给你们 自己想一下 好吧 就是我们YUM的 YUM的那个日记文件 在轮转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重载呢 你们自己想一下 好吧 可以 好 HOP就是重载 E信号嘛 E信号或者是 ReLow的信号 都指的是他 明白 好 这就是我们日记轮转的 一些注意事项 和轮转规则的 一些写法 明白 我刚刚讲过 Logo Rotate 可以轮转任何文件 你只要去写这个文件的 轮转规则就行 没有吗 就可以 所以